主機總處昨天公佈了前兩個月 受僱員工的經常性薪資 大約是四萬多塊 年增百分之二點三九 不過創下同期新高 而且由於通膨的壓力 讓實質性經常薪資只剩下四萬多塊 年減零點百分之零點三四 也創下了十年來最大的減幅 另外今年的年終獎金 平均發放是一點六八個月 那麼跟一百零八年並列 這五年來的最高水準 平均每個人領七萬五千塊 那麼其中是以金融保險業 平均領三點三九個月 那麼第二名是不動產業 二點二個月 那麼運輸的倉儲業排名第三 至於支援服務業比較差 年終有零點四六個月 平均每個人領一萬多塊